他已经对于养老金这个概念啊 可能都不是那么计较 我觉得今天我碰到的很多的斜杠 养好的养老问题已经养好了 已经养好了 但有很多呢 他是根本他会觉得 你跟我讲买车买房养老这些事 一来很遥远我还年轻 二来 今天在很多的一线大都会 比如说北京香港上海 甚至是伦敦纽约这些地方 你让一个年轻人在想 我将来怎么买房 怎么样养老这件事情 甚至是一个很梦幻的事情 那我为什么不干脆 释放我的兴趣跟天分 让我能够做几种不一样的 能够满足我生活所需 或者让我能够满足我的热爱 跟这种欲望 那好像他这个是正解 是吧 对因为其实文涛 文道老师 俩文 俩文 文道老师刚才说了一个挺重要的词 计划 就是原来呢 大家对工作 对职业是有份计划的 比如说这个职业能支撑我 怎么样去养老 怎么样去养家 怎么样去养活自己 但现在可能我们把这个词 替换成了叫做时间管理 因为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在做时间管理 而不是在做计划人生 就是对青年人来说 有可能把钱花在当下 是更重要的一个事 那可能就去想 这个钱 我是把它用于 今天这个月 今年的什么地方 这些能让我当下得到什么 而这个养老 确实是对当下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挺遥远的问题 而且刚才呢 这个说到中国的周朝发明的这种六亿什么的 其实西方也一样 中世纪的时候有七亿嘛 七亿就是语言 修辞 逻辑 他们同称为三亿 还有一个四亿是算术 几何 天文学 以及音乐 其实跟中国大同小异 这个培养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人 也就是其实我们追求的一种人文主义者 一种博雅式的这种通识式的教育 对 你说这个 我岔开一个 这个文艺复兴人是一个千古之谜 是吧 就是我啊 我羡慕的都是我不是的 我就羡慕多才多艺的人 但是呢 这个我自己呢 就是我只相信一门深入 就是我 因为我老觉得我自己这一个活 我干二十年 我没觉得干得好了 就没觉得自己达标了呀 因此我就更加崇拜 像这个达芬奇 这个咱们都知道 对达芬奇我有两个感慨 就是一个就是说啊 文艺复兴那个时候讲全人 有一个概念 就是在人类历史上 好像有过那么几个时期啊 就出现那么一堆巨人式的人物 这个人 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人 当然 就是说文武 不要说文武双全 论力气能掰弯铁条 对吧 然后呢 能够 这个有点斜杠 是 据说达芬奇 力大如牛啊 然后呢 就是设计武器 设计出这个工程的机械 设计船 甚至从他的图纸看来 他连直升飞机都设计出来了 所以我由此而来的是第二个感慨 就是说达芬奇的设计 没用 这都有意思 但是在直升飞机 我们有了之后 我们又发现了 原来哦 他早就画出了这个直升飞机啊 或者降了伞之类的玩的一些基本图呀 那么这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一个人 他自己秘密书写 甚至你看达芬奇的字 他都是反着写的 据说那个时候人还挺爱写 他发明的密码 密码 对吧 好 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自己 就留下来这个文献 几百年之后被发现 但是这个时候呢 直升飞机已经发明出来了 那么 它的意义 你怎么理解 你研究问题不行 我听说过达芬奇 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就是我们都知道 米兰的这个公爵 特喜欢达芬奇 对 斯佛萨 对 斯佛萨家族都非常的喜欢达芬奇 但是我后来看一个资料呀 发现其实斯佛萨家族最初顾达芬奇来米兰 并不是因为他画的好 是因为他能给他们设计一个水利工程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防止洪水来的时候淹掉米兰全城 所以我就在想呀 这个可能一直以来我们对历史人物也有一种偏见的斜杠 再比如说这个纳伯科夫也是这样子的 咱们都是因为他的洛丽塔 因为作家熟知他 但其实有可能纳伯科夫自己有认为自己是个蝴蝶学家 他也许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 都非常有可能 这个挺有意思 对 而且还有考虑 其实我仍然觉得文艺复兴人 那种多才多艺 给我们的那种很绚丽的印象 是一个我们后来很专业分工的社会 看过去觉得特别难理解 但是其实跟刚才杨豪讲的那种内在逻辑仍然是相关的 你回想到那个年代的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 他到底经历的是个什么样的生活 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们这种人 他们一出道都要去一些当学徒 都要去一个更有名的艺术大师那里 学习在里面的工作坊 那个工作坊其实有点像小学校 那个小学校培训一个学徒很多东西 比如说算术 几何 为什么你要学这些 你干艺术的干嘛要学这个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开始 比如说绘图上面你开始要学透视 学透视的基础就是几何 然后你需要去建雕像 你需要去建一个教堂 他们的建筑也要做 你甚至需要做桥 比如说米开朗基罗曾经提出过参与国 那时候有国际竞赛了 要设计你们不是说伊斯坦布尔吗 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的大桥 其实米开朗就做过一个设计方案 要夸海的一个大桥 所以他们都要做这些 所以他们本来学的一连串的东西 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这个概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是个设计师 是个建筑师 而达芬奇特别的地方 达芬奇当然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咱们艺术家的概念 是比较晚近才有的 是的 其实就是做东西的人 就是做东西的人 做个东西 其实就是不会设计的建筑师 不是好艺术家 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 对不起 但达芬奇我们不能否认 他是个大财 他在世的时候就名满欧洲了 但是他最有名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 他反而是他什么 不是说他会做这么多样东西 而是他有一种贯贪通的能力 在他这几样东西下 那是什么 他的观察力 你刚才说的 他的所有的笔记 其实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一些图绘 一些drawing 那些东西都是你发现 绘图对他来讲 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工具 他仔细地观察 一个河流里面 这个水碰到这个石岸 产生的那个漩涡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仔细地画 他不断地在画 其实是我们的观察 他比如说他每天 他那个笔记本很搞笑 他会记录很多问题 你看到这个人有无穷好奇心 他问的问题 他就会 比如说那个代办事物 就我们手机上 今天还有什么要干 他那个笔记本也写很多 他说今天记得要去问谁 鹦鹉的舌头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跟着下午要去问某一个人 说那个罗马的什么样的乐器 吹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的 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到 要问这些问题 比如一个他要问 啄木鸟是怎么样交配的 他在想什么呢 他怎么会问这些问题呢 他是有无穷好奇心 什么都要观察 然后当把这些东西都画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 来成就他所有别的东西 个人的成就是一回事 当我们说出现了文艺复兴 整个时代的气氛 时代的现象 他不是说只是一两个人 整个时代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面 第一个 诈值观 在那时候觉得这样做是好的 自然的 应该的 第二个是可行性 什么意思呢 诈值观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建立在什么 我们对于理性的追求 人的解放 从神的控制出来 整个诈值观在这里 你才能说我们信任 我们心中的好奇心 问号 观察 科学 艺术也好 从这里解放出来 而且是有可行性 整个欧洲当时的分裂状态 成邦国 当然也有他财富的累积 我们想回先情步骤这样吗 九流学家 也是因为那个时代 从那个旧的封建时代 转型出来了 整个解放出来 诈值观在说 我们要追求不同的思考 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国家 好的人 好的存在 对不对 当时的人也是文武双全 你看墨家好了 墨子 传说中的墨子 军事家 工程师 哲学家 理论家 然后也有那种可能性 可行性 不同的国家 我去另外的 你不听我 我去找你 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逻辑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出现 这种斜杠青年的现象呢 第一个 价值观不一样 现在刚闻到讲到说 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会想到养老 因为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 价值 而不是价格 我们时间的意义 整个价值观不一样 可是你既有这种价值观 没有用 坦白讲 我爸妈也有这种价值观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 可是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 就是没有那个时代的 技术上面的可行性 什么意思 比方说现在有媒体时代 网络时代 你在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矩阵来 开脚 赚点钱 这也赚点钱 甚至跨国 全球化 不是吗 你住在北京 可能接一个项目 是在日本给你的 是在纽约给你的 是在罗马给你的 你要有价值观 有可能性 才能成立 这个你说这个 现在看啊 就是很多这个父母亲 整天背着那个古琴呢 带着孩子上这个班啊 上那个班啊 钢琴班什么班啊 这个孩子不堪其苦啊 就是等于说 我这么样的培养你 往斜杠方向 我这么多杠培养你 你呢觉得 杠杠都不行 杠杠都受罪啊 可是呢 真的咱就说 见到这个人中龙凤啊 我怎么会觉得 当然我因为现在 跟年轻人接触少 所以都跟杨豪接触 就是我觉得 我小时候这样的人多 就是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 我们小时候 那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吧 但是比如说 这个达芬奇并不神秘 我认为这是人类 一个永恒的好奇心 真正让人觉得 可能有点难以理解的 就是现在这个精神啊 是不是有点被生存啊 或者被什么物质啊 给压住了 因为什么呢 那天我跟一主持人聊 就是说现在啊 你经常 现在挺爱批评主持人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批评的主持人 不敢提问题 就说你怎么问 这个愚蠢的问题 我就说当然了 也有主持人 经常问愚蠢的问题 比如像我这样 我说但是基本上 我老记得 我的小学老师 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说世界上没有愚蠢的问题 只有愚蠢的回答 实际上我后来长大了 明白连愚蠢的回答也没有 任何问题和回答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 你都不用忙着批评 你都可以观察 都可以得到你的 你都不必急于去 去褒贬 对吧 好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我说因为我们小时候 有本书叫十万个 为什么 我们全班同学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很多和太多问题了 而且呢 你看 有刚出现电视机的时候 九寸的电视机 至少班里四五个同学 他琢磨琢磨 他就装电视机 到那个无线电厂的垃圾里 找点零配件 九寸 自己就装电视机 那是最早的 我们的九寸黑白电视机 我的天 他给他 手机都比他大了 最早有那个音响的时候 我像我哥哥 还有我哥哥的同学们 就高中生 好多人 自己拼嘛 拼 我以前也玩过 对 然后中国最早有流行歌曲的时候 全班男生都学弹吉他 而且就是 而且是扒 对 而且 扒下来 把那个音乐 对 全会谈会唱 都不是父母掏钱学的 就是自己这么着弄的 就是 而且你知道 至少是诗人吧 至少是诗人 班里一班 好几个小诗人 你今天看起来 就多才多艺啊 他拿琴能唱歌 对 是吧 拿起木匠的工具 他能干木匠活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有一种 类似于达芬奇的那样一种 好奇心 可是问题就在 他是不是后来能变成斜杠青年的 分别就在于 他有没有用他当成一个工作 或者说是身份 还是一个只是业余兴趣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真的是 就是一代青年呢 我当时 我当年觉得我们班的同学都挺多才多艺的 你说了半天原来自己夸自己达芬奇 所以觉得达芬奇不神秘 我为什么耿耿于怀呢 就本来你是个达芬奇的命 结果活出了 斗文涛 被主持耽误了 反而呢 我是另一种大智慧 叫做大智若愚 我为什么就是耿耿于怀呢 就因为我太自卑了 我在我那个年代的 我们同班同学堂 我什么都不会 吉他 我只会弹这一个和弦 别的什么都不会 就是甚至于 他们坐模型飞机 做什么 就急得要哭啊 那个时候被女孩子也瞧不起啊 就是不会啊 就是我当时觉得我笨的 画个圆 我就画不圆呢 接不上头啊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跟我周围的孩子比起来 他们一个个神采飞扬的 每天 溜冰 对吧 时髦汉冰鞋了 一会儿他就会了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自己坐汉冰鞋 我什么都不会 笨的我 最擅长是什么 就说呀 就耍嘴皮子 这太专业了 在我们年代 从小就是专业 最低档的 最瞧不起的男生 就叫你就会耍嘴皮子 结果我还就成了我的 唯一的职业 你说我 我这种就算是毫无所能 您是放弃的哲学 那杨好 你是当初你是 你是从来没有想过 说要做什么斜杠青年 你只是沿着一条路 自然的走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斜杠青年这个词 是出现 我第一次接触它 是出现在新媒体里的 就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斜杠青年呀 也是被新媒体 所塑造出来的一个词 因为去年是游慎 只要斜杠青年 这个关键词在 这篇文章 有可能是过十万家的文章 所以我在想 大家可能制造了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要过十万家 那肯定反映了一种 在较大面积青年当中 他们的一种稀土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释放 就是大家在释放一种 自由的生活状态 而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 不一定是我真想去做一个 所谓真正的斜杠青年 我替年轻人说几句话 我觉得我们呀 其实一出生下来 就生活在了一个不确定之中 因为信息太过盛了 这种信息让我们无从选择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考虑 一个计划性的人生 或者不考虑养老金 甚至没法 无所顾忌 天真的去这么多才多艺的 去享受学习的乐趣 因为我们一到学习的时候 学习就变成了知识 知识其实本身是有乐趣的 但是当知识被标准化了 或者说它被刻度化了之后 它就丧失了它应该有的 那层真理的乐趣 我们一生下来 其实是非常流行知识这个词 而不流行真理这个词 他讲的有意思 就是你解答了我一个老人的困惑 知识付费 这词我从来就不太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知识付费 我整天看的那些书叫知识吗 根本就不是的 而我这个读书的范围 却可说是十万个为什么 却可说是无数个斜杠 我关心的那个五号八门 那就不叫知识 我想知道那是 就是那是为什么 所以说我就记得司马迁先生 当年说过一句话 穷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这么说好像咱们就是 说的跟别人不接地气 其实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平常的兴趣 就是你看在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讲 恰巧你看 我们小时候贫乏的没有选择 你小时候丰富的多的 也丧失了选择 同样瘫痪 对吧 然后呢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极度贫瘠 精神上的这个 这个什么书也看不到 所以使得我们呢 把这个你们所说的知识 当成玩意儿 当成乐趣 比如说我可能哪天脑子里突然想 李后主是怎么死的 这事跟我的工作 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然后说 听说有一种毒药叫千基药 当时他服用这种药 然后千基药是一种什么药 你琢磨了一晚上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谁有好处 那是好奇心 就是一个好奇心 但是可能这个东西要让 你要让学生们当成一个 这是这堂课的作业 必须背下来李后主之词 那他可能就没兴趣了 可是刚所说的这种事情 每个连带的人 像我 以我为例 都面对的 都一样 技术上面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有了网络 那所以 那好奇心的满足 那就构成说 我们各种的可能性 有时候是付费获得 有时候是你付出 我刚说不同的项目 我工作在网络 甚至开个网店 我们来收费 这是不要低估了 网络的独特性 因为刚我听杨浩里说的 什么你们不担心养老 我觉得觉得很正常 当我二十多岁 也没担心养老 假如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担心养老 就要人太不讲经 太老成 太早衰了 当然不担心 比方说你说什么沉重 迷惘 有谁年轻的时候不沉重 不迷惘